修律車急駛而過 明明擦撞到騎士卻沒有停車 繼續往前開 沒多久車子直接失控 撞上圍牆 又噴到其他車輛才停了下來 但車子不只毀損嚴重 還引發火車 其他駕駛健壯趕緊上前救人 這起事故就發生在上午11點多 27歲駕駛開車到柏玉路窮林附近 先擦撞了騎士後加速逃逸 正好金虎分局偵查隊長募集 正準備上前逮人 駕駛開到小禁圓環時突然爆胎 在高速撞傷護欄又彈撞到其他車輛 並且起火燃燒 駕駛以及一名乘客一度受困 偵查隊長立刻將人救出駕駛 雙腳骨折人陷入昏迷 送往醫院搶救 只是為何趙桃詳細原因還有待釐清